怀孕八个月零九天,顾黎带我去产检,可是高速上,她接了一个电话,顾黎,我回国了,面提开着,我一下就听出了那是陈杰鱼的声音,我紧张警惕地看向顾黎,果然,她的脸色一下就变了,变得紧张,兴奋,期待,今天是我生日,你能来陪我吗?我在老地方等你。 好,我这就来,电话挂断,我的心也坠入谷底,不要去,我坐在副驾驶哭着求她,顾黎,你答应过我的,你说,你会忘了她,顾黎满脸得不耐烦,只是去给她过个生日,你哭什么哭,可能是察觉到我极端的负面情绪,肚子里的宝宝提了我一脚,我瞬间痛得倒吸一口凉气,我肚子疼,顾黎不懈地瞥我一眼,别装了, 我真的疼,顾黎觉得我在假装,更加不耐烦了,她不故意危险,一脚踩住刹车,滚下去,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,像是第一次真正认识她一样,许呀,滚下去,别让我说第三遍,她的脸色极其阴冷,用的也是命令的口吻,从小到大, 每当她用这种情绪跟我说话,我就知道,我必须听她的话,否则,下场会是我承受不起的惨,我下车了,裤子如湿一片,羊水破了,她一脚由门扬长而去,赶着去给她的前女友庆生,再没回头看一眼,滚滚车流中,挺着大肚子,欺黄无助的我,直到这一刻, 我才终于彻底死心,原来顾黎真的不爱我,我真傻,我真蠢,我真贱,我居然到现在才肯承认现实,小时候,顾黎曾给过我一颗糖,那是我记忆中,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糖,但现在想来,那不过是她一时兴起的施舍,我在她眼中,和路边的流浪狗并无分别,我本来就是个私生女,爹不疼,娘不要, 就连养我的外公外婆,也十分不待见我,他们给我一口饭吃,却总是叫我小杂种,埋怨我毁了妈妈的一生,没有人爱我,是顾黎给了我被爱的幻想,她曾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,不许任何孩子欺负我,她还用零花钱给我买漂亮的小裙子,带我去吃炸鸡,吃汉堡,甚至我人生的第一口辣条,都是顾黎分给我的,正因为如此, 我才甘心情愿地跟在她身后,做了她二十年的小尾巴,小跟班,原本她对我也算不错,就像对着那群跟她混的兄弟,她从没亏待过谁,直到八个月前的某个晚上,顾黎和陈杰鱼分手了,她喝醉了,她吻了我,她睡了我,第二天,她一言不发地离开了, 我装作若无其事,继续做她的小尾巴,可一个月之后,我发现自己怀孕了,我怀揣着某种莫名的,忐忑的心情,把这件事告诉了顾黎,我的心仿佛匹成了两半,一边悲观地认为,顾黎一定会让我打掉这个孩子, 一边又暗自期待,期待顾黎能允许我留下这个孩子,顾黎沉默了几秒,而后说,结婚吧,我当时都愣住了,喜极而泣,我抱着她,哭得脸都花了,她又好气又好笑地捧着我的脸,一边给我擦眼泪,一边嫌弃,哭得真丑,像路边的小野狗,我搂着她的脖子,把脸埋进她的胸膛,她笑得胸腔震动, 嫁给我就这么高兴,高兴,特别高兴,这辈子都没这么高兴过,我点起脚尖吻她,她没躲,宠溺地看着我,那一刻,我竟真的觉得,她也是爱我的,可现实不是偶像剧,打脸总是来得特别快,没有婚礼,没有蜜月,甚至没有双方家长的祝福,我和顾黎领了证,就算结婚了,婚后,我却发现,日子并没有 我想象的那么幸福,顾黎根本就没有放下过陈杰鱼,她总是会看着手机里陈杰鱼的照片或视频发呆,偶尔陈杰鱼发一条朋友圈,她能翻来覆去地看好几天,这些我统统都看在眼里,她也丝毫没有遮掩的意思,终于,我们开始一次又一次地争吵, 顾黎从来都是被我捧着的,她压根就没有让着我的意思,最后一次,她更是直接撕破脸皮,嘲讽我说,行了,你这样闹有意思吗,该不会觉得和我领证了就真能管着我了吧,跟在我屁股后面这么多年,我和陈杰鱼的事你比谁都清楚, 是,我就是爱她,就是忘不了她,又怎么样呢,我当时就觉得心被捅了个对穿,痛得我几乎不能呼吸,是啊,顾黎有多爱陈杰鱼,再没人比我更清楚了,顾黎是顾家的太子爷,从小就是笑霸,学霸,长大了更是在圈子里呼风唤雨般的存在,她是那么的骄傲,那么的耀眼,她从不向任何人低头, 可是她却在大一那一年,对陈杰鱼一见钟情,可以为了陈杰鱼打破一切底线,曾经有个顾黎的死对头绑了陈杰鱼,逼迫顾黎下跪,顾黎半点犹豫都没有,就直接跪了下去,当时我也在场,我偷偷躲在角落里打了报警电话,等警察赶来的时候,顾黎已经被打得浑身是血,狼狈不堪,可陈杰鱼 却被她护在身下,分毫未伤,想到那些年,她为陈杰鱼做的那些事,那些让我羡慕,嫉妒,自卑到根本就不敢想起的事,我连哭声都是颤抖的,既然你那么爱她,为什么还要娶我呢? 如果不是你擅自怀孕,你觉得我会娶你,她冷笑着,将我的尊严彻底踩碎,说完这句话,她摔门而去,我不知道用了多久,才找回自己的呼吸,然后恍恍惚惚离开了那个家,我没带行李,没带手机,像一条走失的小狗,游荡在不知名的街头,下雨了, 我没有躲,因为我不知道躲避有什么意义,我也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,不知不觉间,我来到了江边大桥,我掉下去了,冰冷刺骨的江水瞬间灌进我的肺,我本能挣扎,可又很快放弃挣扎,就这样死了吧? 挺好,可惜天不遂人愿,我没死,睁开眼的时候,顾黎正守在我的病床边,她看起来苍白又憔悴,眼睛里都是红血丝,头发乱糟糟的,胡子也没刮,见我睁开眼,她赶忙握住我的手,样样,你终于醒了,看得出,这一刻的她是真的高兴,仿佛有种失而复得的欣喜,我想说话,可是嗓子干得发疼, 她赶忙给我喂了水,然后在床边一连串地道歉,样样,对不起,我不该说那些话伤你的心,更不该丢下你一个人,我以后再也不会了,你别想不开,看在孩子的份上,原谅我吧,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六个月的肚子,还是鼓鼓的,想来孩子没什么事,顾黎,我们离婚吧,她愣住了,似乎完全没想到我会这样说, 别说傻话,也别和我赌气了,去找陈结瑜吧,不许再提她,她忽然提高音量,我们以后都不提她了,我闭上眼,强人眼泪,可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打湿了睫毛,她温柔地替我湿泪,小哭包,明明爱我爱得要死,还敢提离婚, 要是真离了你,是不是要再跳一次江,不要你管,我不管谁管,你从小到大都是我管的,我不再和她争辩,可她却像换了一个人,开始忙前忙后地照顾我,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,我冰冷的心被一点点雾热,想着她或许是吓坏了, 经过这次以后,也许她发现自己也是爱我的,直到我,无意间听到她和朋友打电话,她抽着烟,对那边说,已经哄好了,放心吧,没事,那边不知说了什么,她笑骂一句,而后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说,就算是条狗,养了二十年,也会有感情的,更何况,许样对我比狗还要忠诚,还要爱我,她根本就离不开我, 我将立在门后,手脚冰凉,她掐灭烟头,挂断手机,抬眼看到我的瞬间,也僵住了,这次我没吵,也没闹,只是默默转身,回到了卧室,过了一会儿,她也进来了,她从后面拥住我,用一种极其温柔的声音在我耳边说,样样,我爱你,这是我第一次从她嘴里听到这三个字,可是我却已经不会分辨真假了, 别胡思乱想,我答应你,以后一定好好对你,你不就是介意陈杰鱼吗?我向你保证,以后再也不会想她,以后,我的生命里只有样样,好不好,我是真的希望自己有勇气能够推开她,可酝酿许久,我只听到自己卑微地说了一声, 好,顾默满意地笑了,我们就此和好了,如今想来,一切都是假象,只是我太过贪心,太过软弱,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,之后顾默出差了,一去就是两个月,每周,她会给我打一次视频电话, 确认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平安无事,她就又去忙她的了,我能明显感觉到,她对我又冷淡了,她本就是如此,从小到大,只要是把我都哭了,她就会耐心地哄一段时间,等哄好了,她就又会圆形毕露,冷漠恶劣, 可我的生命太过贫瘠了,没有人爱我,没有人帮我,顾默给的糖虽然掺了砒霜,可那也是我生命中仅有的甜,她是这个世上最懂我的人,所以,她有恃无恐,两个月后,顾默回来了,刚好赶上我要产检,她开车带我去医院,然后就发生了开始那一幕,我不知道顾默把我赶下车时是什么心情,或许, 她真的很想快点见到陈杰瑜,或许她以为我还会像以前一样,哪怕被她丢弃了,也会自己乖乖找回去,然后继续黏在她身边,但无论她是怎么想的,这次,我真的再也回不去了,又被打脸了,因为恢复意识的时候,我已经回到顾黎身边了,可是她却好像看不见我,我看了看她的手表,距离她把我扔在高速路上, 已经过去48个小时了,哪怕我并不愿意,可我的意识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跟在顾黎身边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此刻的顾黎刚停好车,像往常一样,来到她和朋友们常聚的夜店,和以往不同的事, 向来都被众星捧月的她,这次却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,甚至在场的每个人都神色各异,大家用眼神悄悄交流,可却没有一个人主动说话,都怎么了,见到我,你们好像很诧异啊, 她一边说,一边坐下,给自己倒了一杯酒,其中一个和她关系最铁的朋友,鸣叫周生地打破尴尬,不是哥,你怎么来了,扫子她,放心吧,不出三天,她准会乖乖回来,还是那种漫不经心的语气,听起来十分欠奏,换作以往,狐朋狗友们会在此刻吹捧她,说她是大丈夫, 说她有福气,说她欲欺有方,而顾黎也很享受那种或真情或假意的吹捧,但这一次,所有人都诡异地沉默了,甚至还有两个女孩脸都下白了,顾黎莫名其妙,不信,要不咱们打个赌,周生用一种震惊又同情的目光看着她,信,我们信,信个屁,其中一个女孩听不下去了,直接一杯酒泼在顾黎头上, 滚,去找你的陈杰鱼,这里不欢迎你,我看着你这种渣男就恶心,顾黎长这么大,还没被人这样羞辱过,好几个男人同时挡在那女孩身前,生怕顾黎会对她动手,可奇怪的是,爆脾气的顾黎像是被这杯酒泼猛了,她什么也没说,站起身,晃晃悠悠走了,最后只留下一句,不出三天,她一定会回来的, 她没离开过我,她不敢的,我的意识跟着顾黎回了家,打从这天起,顾黎再没去找过她的朋友们,她也没有去公司,更没有去找陈杰鱼,她每天只做两件事,喝酒,然后给我打电话发消息, 许杨,你死哪儿去了,赶紧给我滚回来,许杨,你特么居然敢不接我电话,你胆肥了,许杨,再不回来,我就把你养的那些破花全都扔了,这样的消息她一天能给我发几百条,可无一例外,全部石沉大海,顾黎不死心,还是认定我在和她赌气,她在家里 不停搞破坏,不止扔了我的花,还拆了我精心准备的婴儿房,她把我精心准备的那些婴儿衣服和玩具全都撕得稀巴烂,每破坏一样东西,她就拍张照片发给我,好像这样就能让我心疼,让我快点回家一样, 可是没有用,哪怕她把家里拆成了废墟,我也再没给过她一丝半点的回应,我消失的第十天,最熏熏的她似乎想到了一个新主意,她把我所有的银行卡都冻结了,许杨,想要钱就给我滚回来,你花着老子的钱还在外面了,有你这么当老婆的吗?可还是没有回应,一直到我消失的第一百天,她忽然变得平静了, 然后又去找陈杰鱼了,陈杰鱼见到她似乎很开心,可是看她满身酒气邋遢的不成样子,又表现得很心疼,她带着她了美容院,先是泡了温泉,然后又剪头发,又修面,从头到脚好好把她打理了一番,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,故离全程麻木地任她摆弄,她一言不发,只是不停地拍照,发朋友圈, 短短一天时间里,她带着陈杰鱼买珠宝,买钻戒,买房子,买车,买衣服,买包,朋友圈充满了她和陈杰鱼秀恩爱的信息,足足有一百多条,她交友广阔,自然收获了不少留言和点赞,其中有一条格外醒目, 住九十九,渣男渣女请锁死,留言的人是我此生唯一的闺蜜,纪小元,我明白顾离发这些朋友圈目的是为了刺激我,让我吃醋,然后赶紧滚回她身边宣示主权,曾经她也经常这样做,每次我都会如她所愿,可这次不同,纪小元这条留言仿佛提醒了她, 她愣了一会儿,然后扔下满心欢喜的陈杰鱼,怒气冲冲找到纪小元家,纪小元,是你把许样藏起来了是不是,纪小元,你给我开门,她砰砰敲门,恨不得把门拆了,纪小元猛地把门拉开,顾离,你发什么疯,你把许样交出来,不然老子拆了你的家, 顾离偏执地闯进门,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的找,纪小元被她气到,冲上前一把薅住她的领子,然后把手机对到她的面前,手机屏幕上是一张惨烈,血腥,但却十分清晰的车祸现场照片, 照片中,一个大肚子女人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态躺在血泊中,她口鼻都在流血,手脚应该也在撞击中被折断,高高怂起的肚子下面,全都是血,可以想见,她死前曾承受了怎样的痛苦,那双涣散的瞳孔中,仿佛还有绝望和七皇尚未散去,我的魂体一阵站立, 而后忽然意识到,那个女人就是我呀,我被疲劳驾驶的大货车撞飞,当场殉命,还是一尸两命,顾离仿佛被雷劈了一般,她一动不动,连呼吸都静止了,她死死地盯着那张车祸现场的照片,眼底一点点染上星红, 醒醒吧,你老婆早死了,尸体还是你认领的呢?忘了吗? 五年前,我怀了裴眼里的孩子,靠着这个孩子,嫁进裴家,成了他名副其实的妻子,这五年里,裴眼里对我与孩子不闻不问,冷淡至极,三天前,我与他的孩子意外遭遇车祸而亡,他与白月光远赴犀利,携手完成年少时许下的心愿,小池死后的第三天,裴眼里仍未到场,灵堂中的人来了一波, 走了一波,各个脸上是悲痛惋惜的表情,只有我知道,那都是假的,站在餐厅,倒了杯水,正要喝下,身后传来女人议论的嬉笑声,小孩子都死了几天了,竟然还不见他爸爸回来,你不知道吗? 知道什么,那声音压低了再低,成了气声,陪二哥去了犀利雪山,跟平霜一起,那种地方,进去了就没信号,陪家给他打电话都快要打疯了,愣是一通没接,兴许是故意不接,说话的女人勾唇笑了笑,谁不知道他是靠着未婚先运进的门,要不是他,陪二哥早跟平霜在一起了, 在这一生生的嘈杂声中,我最终因为悲伤过度,晕倒在了灵堂上,被为了点要醒来,耳边还是有许多杂音,我头疼欲裂,翻身将脸埋进了枕头中,试图逃避现实,潮湿咸腥的味道扑鼻而来,原来是我这些天掉的泪,眼泪都浸透了枕头,陪眼里却还没回来,吵声随着一道沉重脚步声的出现而散去, 人群中似是有人说了一声,眼里,你可算回来了,眼里,陪眼里,不会的,他远在犀利,跟梁萍霜在一起,他怎么会回来,就算他想回,梁萍霜会答应吗? 他故意选在小池生日那天,带着陪眼里踏上出国的航班,那晚小池低着头,蛋糕上的蜡烛快要燃尽了,光芒映在他圆润的小脸上,照出他的失落, 他是那么喜欢吃甜食的孩子,却一口没动,稚嫩的声音一句一句地问,妈妈,爸爸什么时候回来? 他不哭不闹,从小就懂事,知道爸爸不爱他,更不爱他的妈妈,这五年里,小池唯一的心愿就是爸爸可以陪他过一个生日, 可到去世,这个心愿都没有实现,身旁的椅子被拖拽开,有人坐了下来,那个味道,是与我同传共枕五年的人,只要他一靠近,凭借他的气息,动作,哪怕是一个眼神,我都感受得到,从前我是那样期盼他的亲近,可心灰意冷后,竟连一眼都不愿看去,陪眼里坐下后,二字很淡, 抱歉,又是抱歉,他跟梁萍霜去犀利时,我拦住他的路,拉住他的袖子祈求,明天再去可以吗?今天是小池的五岁生日,他想要爸爸陪他一起过,结婚这么多年,我自知没资格要求他什么,毕竟这桩婚事不是他想要的,可在小池的问题上,我总是想要求一求的,但毫不意外地,陪眼里拿开了我的手,面无表情, 抱歉,平霜在等我了,可他的孩子也在等他,不过,这一次,小池真的生气了,再也不会等他了,周身都很冷,我蜷缩了下身体,头深深埋了进去,陪眼里坐在一旁,他知道我醒着,他是那样敏感多疑的人,这些年来对我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,一是怕我在设计他,二是怕我伤害他的心上人,你醒了, 陪眼里的语调中不见悲伤,更多的是急迫,楼下的人已经散了,起来吃点东西吧,他怎么可以这么平静,就好像死的那个不是他的孩子,的确,这么多年,他从没将小池当作是他的孩子, 更没将我当成妻子,毕竟如果不是母亲的算计,我上不了陪眼里的床,当不了陪太太,陪眼里恨我,恨我母亲,他曾称,我们是农夫与蛇,想到小池,我又是一阵鼻酸,将脸陷进湿软的枕头中,声音干哑,糊成一片,不住的哽咽, 你去看过小池了吗? 孩子才几岁,你怎么能让他自己出门?我是孩子的父亲,我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,解释,啊,我轻声发出一声笑,接着活动四肢,坐了起来,我这个样子一定丑极了,脸上是泪痕,皮肤上是一条条压痕,眼眶深凹着,双目无神,面色惨白,远看如一具骷髅, 反观陪眼里,正襟危坐,正装出席,一丝不苟,那张脸如寒冰一样凛冽,没有悲伤,没有眼泪,她是审问犯人的警官,而我这个母亲,成了犯人,你笑什么?陪眼里皱眉反问,我笑你,我靠在床头,脆如纸张,一丝急碎,棱角却还是锋利的,你知道小池出门想去哪里吗? 陪眼里我注视着,示意我说下去,他要去找你,他打了很多电话给你,但没有一次接通,他说,爸爸可能是迷路找不到家了,要出去找你,陪眼里迟疑了一下,你没拦住他吗? 我可以哄骗他一次两次,但他担心爸爸,趁我,忽然间,我觉得自己真是又可悲又可笑,为什么要跟他解释呢? 我停下来,深呼一口气,是我的错,短短几字,在冰冷的空间中刮起一场风暴,陪眼里的眼神附加了一层审视的味道,我迎着他的目光,一字一句道,我错在不知天高地后,喜欢上你,又阴差阳错跟你结了婚,有了小池,错在生下了他,让他受尽了委屈,还没有保护好他, 在陪眼里极具压迫感的眸光中,我仰起一笑,最错在不该对你抱有幻想,一想天开觉得我们还能回到从前,陪眼里表情空白,一时间没了话,那一巴掌挥落下来的时候,我跟陪眼里都没来得及反应,人是从门外冲进来的,带着哭腔与激烈的骂声,打完后又拽着我的肩膀, 你连一个孩子都看不住,你配做一个妈妈吗?打人的是陪眼里的小姑,她跋扈嚣张,目中无人,一直不喜欢我,更不喜欢小池,她推过小池,给小池吃坏掉的桃子,偷偷在小池耳边说过,她爸爸讨厌她,这会儿的悲伤嚎啕,不过是在陪眼里面前演戏,我麻木坐着,挨了好几巴掌,嘴角出了血,陪眼里这个 丈夫却云淡风轻地看着,一动不动,眼里全是漠然,过去到现在,在我和小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她从没伸出过援手,头发被撕扯着,很疼,在一句句的骂声里,我对上陪眼里冷沉的毛子,曾经,我只是摔了胶,蹭破了皮,她都紧张得不行,皱着眉一个劲,问我疼不疼,时过境迁,我在她面前挨着打, 她都可以做到冷眼旁观,这么多年来,我对陪眼里,从年少的情窦初开,再到她对我忽冷忽热后,我小心翼翼地吃恋,最后却在一场谋划与推动中,让我跟她结了婚,成了她的妻子,从前我对她有爱,有期盼,还有愧疚,多天来紧绷地嫌断了,我突然坐起来,抓着小姑的胳膊,反击回去了一巴掌,她被打懵了,捂着脸, 睁大眼睛,满脸的不可思议,这个家里,除了陪眼里,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,小池更没有,这一巴掌,我应该还回去,去江阳墓园的那天,我带着一脸未消的伤,左侧脸颊红肿,下巴还有几道被抓伤的痕迹,那天要不是陪眼里上手拉开了我跟小姑,这伤兴许要更重一些, 可陪眼里推开的人是我,坐在车里,寒潮从四面八方袭来,我感觉不到冷,空洞地望着车窗外,陪眼里坐在我的身侧,接着一通电话,是梁亭霜的,小池下葬的日子,身为她的父亲, 却一定要在这种时候,接其他女人的电话,她的声调一贯的散漫,但对梁亭霜,有种特殊的耐心,是,还要忙几天,你先回,她,我半侧着身子,感受到陪眼里的眼神掠了过来,接着递来了手机,亭霜要跟你说话,换作从前,我大抵是要把手机摔出去的,可没了小池之后,再做这些又有什么意义, 在陪眼里压抑的目光中,我笑着接了手机,贴在耳边,屏幕上还残留着陪眼里的余温,过去我是那样向往她这个人,她的气味,声音,体温,我都想要靠近,可现在只是贴了下,就恶心,梁亭霜的声音从话筒中传出来,还是那样落落大方,又开怀,堂之,你还好吗?我没作声,身旁人的气韵很压迫,好似我敢 我敢跟梁亭霜说一句重话,她就会立刻将我赶下车,这种事,陪眼里不是没有做过,还是在大雪纷飞的深夜,我只是当着她的面跟梁亭霜打了一通电话,警告她不要再破坏别人的家庭,便引得陪眼里大发雷霆,摔了手机,将我驱赶,那夜,我在冰天雪地中走了两个钟头, 后来烧了一周,她没来看过一眼,是小池趴在我的床边,稚嫩的小手贴在我的额头,一生生患妈妈,我是为了小池,才活下来的,那个孩子要是没了我,在陪家该怎样立足? 有吗?她声线很弱很低,就是不让一旁的陪眼里听到,你一定很不好,因为你失去了筹码,小池,的确是我嫁给陪眼里的筹码,没有这个孩子,我进不了陪家的门,可没了这个孩子,我留在陪家,又有什么意义? 这里不是我想来的,一开始就不是,我动了动肝疼的嗓子,那我还给你,梁霆霜正了,什么,我把它还给你,我又错了,这话不该这么说,抱歉,它本来就是你的,手机顺即被抢过去,陪眼里挂断了电话,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中,尽显利气,你又在跟霆霜胡说八道什么,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,可以跟丈夫的情人说些什么? 警告没了,更不会咒骂,有的只是放手,放手,让友情人终成眷属,这段感情,我无力再坚持,就连这条命,我都不想要了,在一场萌萌小雨中,小池下了葬,墓碑上的照片是他三岁时拍的,当时约好了一家人去拍全家福,我与小池到得早,从早等到晚,周围都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人,他们有说有笑, 感情和睦,在摄影师的指导下摆动作,在欢声笑语中,更衬得我与小池可笑,我尚且可以承受陪眼里的冷带,可小池呢,阴沉的天气,冰冷的墓碑,背上的照片没有效,毕竟那天,小池是在强忍着失落拍了照,他不想让我不开心,身边有人撑伞, 我低头,对着小池的墓碑祷悔,祈祷他来世,可以有一对爱他的父母,不要再像今生一样,受尽冷眼,眼前有雨掠过,又有人影走过,像是陪眼里, 我撑开沉重的眼皮,看见他的黑色大衣擦过一道影子,他弯腰,在小池的墓前放下什么东西,等他站起来了,我才看清,是一套赛车积木,心下一鳞,我有些不解,当即抓住了陪眼里的衣袖,他生怕我当着这么多亲友的面发疯,低声道,有什么话,回去说,那是什么? 我很冷静地问,陪眼里回头看了看,送小池的生日礼物,他之前跟我要的,没来得及,他跟你要的,约好的,被我面上万念俱灰的神色吓到,陪眼里反手抓住了我的手腕,怎么了,我腿脚发软,身体里犹如一把刀在搅着,跌跪在小池的墓前,我的孩子,在生命的最后一个生日里,分明拿到了假的生日礼物, 却还笑着面对,小池一定知道那块表是我买来的,可我说是爸爸送的,他便欣然接受,还笑着说要谢谢爸爸,他什么都知道,知道这些年,爸爸不曾爱他,连一份生日礼物都没为他准备过,死后,才收到了池来的礼物,可这还有什么意义? 家中气氛凝重,陪眼里的父亲正在等他,老爷子手中执着拐杖,粗眉紧拧着,对我的语气倒是柔和,小池,你先上去,我知道,老爷子这是又要对陪眼里动手了,陪眼里的父亲是这个家里唯一喜欢我,信赖我,支持我嫁进来的人, 只因当年,我父亲在危急关头救了他,没了父亲,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,陪家为了报恩,给了我母亲一份保姆的工作,工作轻松,薪水很高,陪父又安排我与陪眼里一所学校,叮嘱他要照顾好我,将我当成亲妹妹照料,陪眼里的确这么做了,可我却不知天高地厚,喜欢上了他,陪父得知陪眼里 在小池的葬礼上迟到,织走了其他人,要对他用家法,保姆跑上来叫我去求情,生死历劫,拖拽着我,先生平时最喜欢你,你去说两句好话,你快去啊,我为什么要去,过去我爱陪眼里,掏心掏肺,他伤了挨骂了,我比他还难受,但那都是建立在我爱他的基础上,后来我日日夜夜看着他,为了凉亭霜东奔西走, 爱没了,惭愧与自责将我掩盖,多少次我想要带着小池离开,又有多少次,陪父用不满沧桑的双眸望着我,低声下气祈求我留下,就当是为了小池,就当是为了我母亲的遗愿留下,我不该答应的,卸下了陪太太的行头,我穿着最简朴的衣服, 箱子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,都是属于小池的,摘下耳环,放在梳妆台下,确认我没有带走不属于我的东西后,一口气从心底浮上来,这口气顺了顺,我躲开保姆,下了楼,陪眼里这时已经挨了打,跪在地上, 手掌撑着地面,咬牙忍耐着,一抬,头,赤红的眸与我对上,可我却没多看他一秒,陪父丢了棍子走过来,他是我在这个家里最尊敬的人,他为我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教育,让我与母亲有栖息之所,哪怕到了这个时候,我还是感激他的,叔叔,我再次称呼他叔叔,并非爸爸,还记得我进门那天,陪父拉着我的手, 放在陪眼里手背上,苦口婆心嘱咐他,小芝是好孩子,你好好待他,就像那天,我跟妈妈来到陪家,她也是这样将我介绍给陪眼里,小芝以后就是你妹妹,跟你一起上下学,你要照顾好她,不同的是,少年时的陪眼里尚且可以对我微笑,在学校照顾我,带我去食堂,等我放学,还会拉着我看他去打球, 分明球场外,那些喜欢他的女生,都排成人山人海了,他也一定要我去,他那么耀眼,优秀,走到哪里都是焦点,我却普通到了极点,跟在他身边时,总是埋着头,身着朴素,扎着马尾便,校服可以穿到天荒地老,跟他说话,都不敢看他的眼睛,那样的怯懦内向,不讨喜欢, 那时候,学校里的人都知道,陪眼里爱跟我在一起,是因为他爸爸欠我爸爸一条命,他人好,不计较我的不合群和木呢,去哪里都带着我,可当梁亭霜出现的那一刻,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,在球场外看陪眼里打球的人成了他,每顿跟陪眼里一起吃食堂的人,也换成了他,他是怎么悄无声息在陪眼里身边冒奸的, 我记不清了,只记得一开始,我并没意识到什么,是陪眼里莫名地冷淡与同学在洗手间的一句,唐之也太没眼力价了,陪眼里都跟梁亭霜谈恋爱了,他还像个电灯泡似的跟着,电灯泡,谈恋爱,这几个字让我对陪眼里望而却步,自那以后,我很有自知之明地远离了陪眼里,借口拒绝了跟他一起吃饭,上下学, 就连在家里,都避免跟他见面,可当我跟男同学一起出现在食堂时,他又找了过来,站在餐桌旁,用他居高临下的眼神,审视着平民一般,不跟我一起吃饭,原来是谈恋爱了,我不懂,我只是不想做电灯泡而已,可后来,在阴差阳错下,我拆散了梁亭霜与裴眼里这对神仙眷侣,是时候该把这个位置还给梁亭霜了, 跪在地上的陪眼里站了起来,那两下打得他不痛不痒,他看着我时,我看着陪父,叔叔,该留下的东西,我都留在卧室了,我今天就会走了,小芝,搬走,离婚,是我前些天就跟陪父打过招呼的,他不同意,极力挽留,像是那些年拦着我一样, 可他也知道,没了小池,我不会再留在这座母亲为我打造的囚笼里,陪眼里像个局外人,对我跟陪父的话分外不解,走,走去哪里,他一句话惹恼了陪父,你这个畜生,给我闭嘴,陪眼里拧着眉,眼神复杂得我分辨不清, 唐芝是我的妻子,他要走去哪里,我没有询问的资格吗,原来他知道我是他的妻子,只是我这个妻子,从没被认可过吧,陪父被他气得心脏疼,捂着胸口,面色煞白,我上去扶住他,轻声安慰,叔叔,您别激动,小芝,陪父对我跟陪眼里婚姻的破裂身表惋惜,他知道问题都在陪眼里身上,所以并不怪我, 这件事是我的错,是我没教好这个畜生,让你受了委屈,让小芝,你妈妈要是知道了,一定要怪我的,叔叔,不用说这些了,我扶着他坐下,撞上陪眼里探究的眸,叔叔身体不好,你要多上点心,没了多日前的悲伤与眼泪,我这个沉静的样子更显得悲痛,从陪眼里身边走过,他顺势抓住了我的手腕, 说清楚,到底要走去哪里,为什么要走,挨大莫过于心思,这个道理,陪眼里不懂,不再对他留恋,我没多看他一眼,用力甩开他的手,离开陪家的第三天,我在家中晕死过去,这早在我的预料之中,胃癌,两个月前查了出来,那时小芝还在, 我一直在积极配合治疗,拿到诊断书的那天,我向陪眼里透露过,可对上的只有他的冷眼,他对我早已恨之入骨,我醒悟得太晚,我原打算治好了病,带着小芝离开陪家,现在看来,是我要去找小芝了, 那天,我没有说的是,小芝是因为我痛得晕倒,才跑出家,去找陪眼里的,五岁的孩子还不知道叫救护车,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爸爸,兜兜转转,我怎么也没想到,在生命的尽头, 睁开眼看到的人,竟然会是贺仪光,读书时,贺仪光与我同班,他家境不好,成绩却很好,一心扑在学习上,跟陪眼里那样高高在上,家境优渥的人相反,过去陪眼里说他装清高,让我,离他远点,我替他辩解过,陪眼里骂我胳膊肘往外拐,我知道他想要做医生,也知道他一定会成功,但没料到, 我竟然成了他身造归国后的第一个病人,他穿着白大褂,站在床边看着我的样子真微风,反衬出我的狼狈与凄处,这样子让我想起同班时,他总是嫌弃地看着我,然后说,糖芝,你考得这么差,怎么还睡得这么香,那时我总是撇撇没说,眼里哥会带我出国留学的,他说我不用那么刻苦,每当我这么说, 贺一光的神情总是很复杂,如今回想,我总算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了,依靠一个不爱自己的人,下场总是凄惨的,这不,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,可不管怎么说,贺医生将我救活了,我抬起插着针管的手,弯了弯僵硬的手指,朝他扯出一抹笑,嗨, 贺医生兴许是不想与我交流,就派了护士来照料我,我是被邻居送来的,医药费还没交,护士询问家里人的电话,我笑嘻嘻道,没爹没妈,没家人,护士同情不已,拔针的手都轻了许多, 我说,贺医生说要带你去拍个片子,再做个全面检查,我无力地穿上自己的旧外套,从陪家走时,我什么都没带走,毕竟那些东西不是我的,我怕陪眼里找来让我还,我实在不想再见到那个人了,旧外套是好多年前的,不遇寒,袖口浮起了一层毛球,看着实在不怎么美观,我缩了缩手站起来,不用,我就是泪晕的, 我身体好得很,在陪家,除了陪叔叔,没人看得起我,他们都知道我寄人篱下,算寄着上了陪眼里的床,这才坐上了陪太太的位置,因而这些年,我没享受过陪太太应有的待遇与丈夫的爱,反而活得不如一个保姆,心理与身体都练就得金刚不坏了,护士半信半疑,毕竟我的脸色,比隔壁的重症病人好不到哪里去, 当然了,我可是胃癌晚期患者,只不过这是个秘密,小迟在时需要我保护他,我私下跑了很多医院去找治疗方案,疼得满地打滚,呕吐不止,拿上缴肺单去窗口交了钱,我捂着腹部,步履艰难,走出缴肺队伍,视线昏花空芒时,像是看到了陪眼里,他穿着我给他买的大衣, 将别的女人搂在怀中,这个时候,我多希望自己的意识再模糊一点,那样就看不到梁亭霜脖子上那条,我亲手织给陪眼里的围巾,他拿走后,我问过很多次,围巾呢,他只说忘了,原来是给了梁亭霜,他分明可以扔掉的, 却换了一种方式羞辱我,我不意外,反而由衷感受到一股平静,兴许就是那一秒,陪眼里消耗完了我对他所有的爱意与亏欠,连带着小池的死,一起葬送了,黄梁梦醒,我婚内丧子,一无所有,他心人在侧,得偿所愿,身处医院的人来人往里,我想起这些年许多次,我送给陪眼里的领带, 被梁亭霜拿去当抹布,他妈妈忌日,我等到深更半夜,却在梁亭霜的朋友圈刷到一条,你总是这么让人心疼,就连我一针一针之好的围巾,都戴在了梁亭霜脖子上,那是母亲教我的,是我第一次知,送给陪眼里的时候,我忐忑地想要得到他一个笑,可是没有,他只是接过,然后道,下次别再费这个心思了, 他是想要告诉我,我再怎么努力,都是徒劳无功的,可我只是想要弥补,想要做好这个妻子,而那个时候,站在我身旁,拽着我一百安慰我的人是小池,他说,妈妈别伤心,爸爸只是嘴硬,傻孩子,如果是对喜欢的人,怎么会嘴硬? 他对梁亭霜,就从不嘴硬,小池死后的半个月,我开始靠止疼药物存活,身体的流逝会加重疼痛,我无法承受,只好吃止疼药抵抗,每次呕吐后,我都像是一具空壳子,肚子里胃里都空了,再发展到喝一杯水都会痛,要吃很多止疼药,抱着小池最喜欢的小熊 才能睡得着,昏昏沉沉中,我总在想,小池去世的时候,是不是也这么疼?他没有止疼药可以吃,走的时候应该很痛苦,是我不好,是我没有照顾好他,我的小池 在意识消散之前,我听到了一下一下的敲门声,要不是痛感还在,我大约要把这当成索命的钟声,门前站着的贺医生,让我的表情更加难看了 他以前可没这么缠人的,我求他给我讲题,他都是爱答不理的,要多冷淡,有多冷淡,这会儿是怎么了? 唐芝,你的状况很不好,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身体,他是医生,是位好医生,一眼就可以分辨我的病情好坏,喝一光的样貌跟过去比变化不大,展开了一些,眉眼间的巨傲更重了,像裴眼里所说,他是清高的, 清高的人,是受不了侮辱的,死之前还要得罪人,我实在不忍心,贺医生,你是没有病人吗? 我竭力将自己演绎成一个刻薄的女人,多让我做几项检查,你可以拿多少抽成? 贺一光眼皮跳了跳,堂芝,我给你钱,你别缠着我了。 说完,我走进屋子里,拿钱塞给他,这些够不够?贺医生走了,也是,谁会纵容一个无理取闹的病人? 孤零零地死去,就是我最好的结局。 吞下药片,拉上窗帘正要休息时,楼下两道身影落入眼帘中,是贺一光与裴眼里,他怎么会找到这里来? 这个时候,他不应该与梁瓶霜在一起吗?两人正在争吵,眼见要动起手来,我固步的身体上的不是冲下楼,想也没想挡在中间,强压着猴头的酸痒,无力抬眸,你来这儿干什么? 裴眼里还是那个样子,站在晚风中,大依依脚与风清白,月光落在他立体的五官上,平白镀上了一层清冷疏离。 他看着贺一光的眼神,是极具攻击性与敌意的,跟读书时一样。 只要撞见贺一光用我的东西,或是替我打水,都要生半天的气,最后再问我一句。 堂知,你自己没有手吗?要别人帮你,他不允许其他男人帮我,他却可以将自己所有的善意都留给梁瓶霜。 过去我爱他,为了他疏远了许多人,可现在,我只想随心,我将贺一光挡在身后,转身拉着他的袖口,催着他快走。 他与裴眼里对视着,火药味无声再燃,要不是我的请求,他是不会这样离开的。 陪眼里见了,面上又是一场冷若寒霜的风暴,冷笑着问我,放着家里的好日子不过,跑到这里来,原来是跟拼头在一起。 好日子,原来被丈夫冷落,被众人厌弃,失去孩子,是陪眼里眼里的好日子。 结婚后,他恨我,羞辱我,我可以理解,谁让我毁了他跟梁瓶霜的百年好合,眼下我就要死了,他不该来的。 这种好日子我不要了,你留给梁瓶霜吧,祝你们白头偕老,子孙满堂。 我说的气定神闲,没有歇斯底里与崩溃,与那天离开裴家一样,简单的像是在说,下一顿饭,我就不在这里吃了。 裴眼里瞳孔闪过微不可查的诧异,这么多天,他或许只当离婚,是我因为小池的死意时冲动。 毕竟曾经我不是没有提出过离开,可最后都不了不了之了,他怀疑也是理所应当。 唐之,你想好了,这是我最坚定的选择,不会改变,我离开,不也是你这些年的愿望吗? 沉静片刻,裴眼里点点头,带着嘲弄的笑,这可是你说的,将来后悔了,别来求我,望着他离去的背影,我不禁自问我还有将来吗? 当晚,我刷到了梁瓶霜新的朋友圈,修成正果,配图是他指尖一枚崭新的钻戒, 癌细胞在我身体里扩散开来,不知已经到了哪一步,我笑着面对,甚至有些期盼死亡,毕竟那一天,我就可以见到小池了,半个多月没见到他了,很想他,可很多天没见到裴眼里了。 我竟然一次也没有想起他,过去我对他嘘寒问暖,无微不至,他出差,我替他收拾行李,打理家里事务,处理亲友关系,他应酬交际,鸣顶大醉,我给他换衣卫行酒汤,他与我同床异貌,深夜还要给梁瓶霜打电话报平安。 我忙里忙外,可他待在身边的女人一直是梁瓶霜,出差时,连我的电话都不会接,唯一接起来的几次,都是梁瓶霜接的,梁瓶霜理所当然成了裴眼里身边的人,他笑盈盈告诉我,眼里睡了,难怪他厌恶你,你就只会打扰他吗? 我告诉他,你好好照顾他,还要你说吗?你不会真把自己当他妻子了吧?要不是你设计了他,你真以为自己能嫁给他?那一刻我哑口无言,没有了这些事,我活得轻松了许多,为了吊着一口气,我还是去了医院,不畏治病,只不过是想拿些药,好熬到圣诞节,小池最喜欢圣诞节了。 如果那天我去见他,他一定高兴,走在急壤的人群里,约莫是我看上去太不像个健康的人,哪怕裹着厚衣物与围巾,可空荡的袖口里却瘦骨临寻,拿了要走出医院,穿着白大褂的贺医生追出来,我回头瞧他,他皱着眉走近,目光胶着在我的脸上,我用围巾遮了下脸,生怕被看出端倪,毕竟除了重病的人, 没人会在短时间内如此严重地暴受,还是病态地受,堂知,贺医光像是要说些什么,话到嘴边又转为叹息,你现在去哪里,我嗡声嗡气,车站,我送你过去,不知为何,我莫名地热泪盈眶,想要拒绝,贺医光已经往前走去, 医院门口这条路每天都有许多人,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身患绝症,孤苦无依,贺医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,上次我走后,裴眼里有没有误会你,他以前就总是误会我跟你的事情, 我摇头,没有,我们已经离婚了,我留学时,听说你们结婚的消息很诧异,我出国的时候,他去找过我,威胁我不让我走,说你,贺医光低头,看着地上两片影子,低笑一声,算了, 不过裴眼里这个人真是矛盾,他让我不要喜欢你,又只说把你当妹妹,我止住步子,他,什么时候说的,梁瓶霜出现后,我想起来了,在梁瓶霜出现前,裴眼里还会突然冲出来抢走我的汽水,和我喝过的东西,进而侧身亲下我的脸,还会笑着提醒我,少喝冰的,这罐就归我了,可那是太久之前的事情了, 就到我快要忘记我们还有过这样一段美好的回忆,我们之间的暧昧很多人都看得到,起初裴眼里并不解释,我找到他,跟在他身后,那天的黄昏将他的身影拉长许多,梧桐树下他眼眸寒情,我问他,你怎么不解释,他反问,解释什么,在燥热的氛围中,裴眼里眨了眨眼,正要说些什么,司机的车子就开了过来, 接我们回家,回去后,裴眼里单独去了裴妇的书房,在里面待了很久,从那以后,裴眼里突然冷淡了下去,不再主动带我去吃饭,更不会去接我,我去找过他几次,他却冷着脸,别来烦我,我不知道怎么了,竭尽全力讨好, 却都是无用功,紧接着梁萍霜出现,他再也不喝我的汽水,更不会再亲我,对我更是渐渐疏离,当朋友问起他,你不是跟唐芝在一起吗,怎么又跟梁萍霜不清不楚,他拧着眉,满是不悦道,我只把唐芝当妹妹,要不是他爸爸的缘故,连妹妹他都不配当,难怪那次我生日给他打电话, 裴眼里却突然对我沉了脸色,冷着声警告我,唐芝,你住在这里是因为你爸爸,没有别的原因,你也不要跟别人胡乱说我们的关系,凡是开口前,先问自己配不配,那么冰冷的言语,让我跟着心碎,几天后,母亲也告诉我,不要妄想攀高枝,我们在裴家,只是寄人篱下,要处处谨慎,从那以后, 我便收起了自己不该有的妄想与爱慕,直到这些感情都快消失时,母亲又把我送上了裴眼里的床,那之后,我的余生都在悔恨与懊恼中度过,当着贺一光的面,我释怀道,我跟裴眼里,什么关系都没有,这话只用了几个小时,就传到了裴眼里耳边,凄凉如水的夜空,笼罩着漆黑车辆,裴眼里站在车旁,脱了大衣, 只穿西服,烟雾缠绕着他的指尖,笼在周身,让他这个人看上去没什么真实感,什么关系都没有, 堂知,你可是给我生了孩子,他还知道我们有孩子,这话想来是贺一光告诉他的,我无力去探究什么,只笑着道,孩子没了, 可不就是什么关系都没有了吗?裴眼里一时间被耿住,一根烟快要烧到尽头,他的指尖快被烫到时, 他申请款款来了剧,堂知,孩子还会有的,不会了,小池只有一个,不会有了,没否认, 我顺着他的话说下去,是会有,你跟梁亭霜,还会有很多孩子的, 而我只想寻一个清静处,度过人生中最后这几天,那你呢?裴眼里反问我,带着戏血,你跟贺一光还会有孩子, 我大脑发胀,没注意到他的,还,字,满心只想摆脱这个让我痛苦的男人,最好死前都别再见面, 多见一次,就会让我想起小池,就连语气里都多了种破釜沉舟的架势,那你就当是这样吧, 我转身要走,裴眼里却恼了,死命拽着我的胳膊,那张无情的脸上生出了点波澜, 你是不是忘了,你还是我的妻子,马上就不是了,风灌进喉咙里, 引得一阵心田,裴眼里探究地看过来,像是在分辨我话里的真假, 片刻后有了答案,堂知,你吓唬人的手段一如既往的愚蠢, 你觉得没了我,你能活,是吓唬吗? 没人会拿自己的性命吓唬他,更何况有没有他,我似乎都活不下去了, 这次后相是为了逼我回去,裴眼里没将离婚的财产分割出来, 他卯足了劲给我南堪桥,甚至收回了我现在居住的房子, 我无家可归,而他却另娶新人, 没有人能在儿子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再娶的,裴眼里却这么干了, 他跟梁亭霜要结婚的消息通过许多张嘴传到我的耳朵里, 这是有多喜庆,又把裴父气得多厉害, 裴家那些人多高兴,私底下又嚼了多少舌根, 我全知道,但这会儿对我就当笑话试得听了, 我不再是这场笑话里的人了, 怎么还会在意,梁瓶霜电话打过来的时候, 我正在温水就要咽下肚,苦, 那苦从五脏六腑流淌,压不下去就要吐, 糖枝,我就要跟眼里结婚了,婚礼在下月底, 这跟我有关系吗?算了,多一句废话都没说, 我直言,恭喜啊,接着挂了电话,继续吞药, 可我哪里知道,梁瓶霜打这通电话时,裴眼里就在一旁, 神色颓然,半点没有新郎官的样子, 恐怕这会儿他才明白,我离婚是真的, 对他没感情了,也是真的,没了住处, 如同丧家之犬,裴眼里打电话过来时, 想必是嘲笑我的,我提着行李, 站在车站的入口,望着如知人群人来人往, 耳畔是裴眼里似幻如梦的问声, 糖枝,我再给你一次机会,要不要回来, 眼睛有些发色,很干, 他还是心软的,或许是惦念旧情, 才会劝我回去,但为什么小池活着的时候, 裴眼里没有大发慈悲陪他一次, 太晚了,没人需要这份挽留了, 我捏着手中小池的玩偶熊, 上面有小孩子的奶香味道, 依稀还存留着他发肤的温度, 手指触上去,就像是碰到了小池的灵魂, 裴眼里,我不会再回去了,永远不会了, 我低头看着玩偶熊的眼睛, 像是与小池的灵魂对望, 止不住颤声道,过去是我对不起你, 我道歉,待我妈妈向你道歉, 其实早两年我就打算跟你离婚的, 可裴叔叔答应了我妈妈要照顾我, 他不同意,这才耽误了你跟梁亭霜, 真的抱歉,说完, 我挂断了电话,在上车前, 手机里又收到了贺一光的短信, 唐知,你胃癌晚期,为什么不来治病, 贺一光找到我时是在海边, 这是小池生前的心愿, 我列了表格, 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替他完成, 第一项,跟爸爸过生日, 被我化掉了, 第二项,一家人去海边, 离了婚,只有我是小池的家人, 这个愿望,算是完成了, 站在海边,沙子绵软潮湿, 海浪轻轻拍过脚面, 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, 被我的眼泪弄脏了, 我想要弥补, 哭声却愈发止不住, 如果小池还在时, 我答应带他来, 该有多好, 起码他不会带着那么多遗憾离世, 可那时我总想一家人, 裴眼里总归不能缺席, 结果最后, 站在海边的却只有我一个人, 风沙吹得我身体每一处都疼, 回酒店的路上都在硬撑, 可一走到房间门口, 像是幻影一样的贺仪光站在那里, 他人影重叠, 怒气不减, 身为医生的职业修养, 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, 唐知, 你知道你这是在找死吗? 病人不治病, 还跑这么远, 可不就是找死, 我来不及吃止疼药, 就疼晕了过去, 好在, 晕倒时身旁是医生, 不然我连小池的第三个愿望都完成不了了, 喝医生药将我送去医院, 但是到了我这个程度, 在医院就是浪费住院费而已, 我现在全身上下已经没有多少钱了, 之前的医药费也都是贺仪光为我垫付的, 他家境不好, 上学时总穿着一件白衬衫, 领口与袖口处洗到发白发皱, 阳光下可以看见衣服上浮起的绒毛, 跟裴眼里的富裕并不相同, 他的生活是拮据的, 正因为这份拮据, 我要将这钱还给他, 痴恋十年的男人不在身边, 最后救我, 替我出住院费, 药费的男人竟然是贺仪光, 我问他,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, 很久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了, 贺仪光不说什么, 只拿来干净的围巾替我戴上, 然后说, 以前你对我很好, 是吗? 我怎么完全不记得, 原来病到这个程度, 是会影响记忆的, 那时候你眼里只有裴眼里, 当然不记得施舍过我这种人, 不知怎么, 我从他语气中听出了怨气, 贺仪光知道怎么救人, 他给我拿药, 望着我的病容, 语重心肠道, 只疼药是就不了你的, 你这个状况, 最好尽快去做化疗, 化疗就得了我吗? 不过是让我再痛苦一遍, 还要丑陋地离去, 我不要那样, 我要漂亮的离世, 这样小池才认得我, 我不要吓到他, 贺仪光的沉默就是答案了, 他是医生, 可面对癌症, 没有一个医生, 可以百分百保证病人的生命期限, 我捧着那杯热水, 有些寄来之责安置的坦然, 贺仪光, 既然你找来了,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, 贺仪光撇过脸去, 眼尾的一点水光, 还是被我看到了, 要是给你安置后世这种忙, 我可不帮, 不是的, 我怎么会让他这样干净的人, 沾染这种晦气时, 可不可以帮我拍张照, 等我死后, 烧给我, 海边餐厅的露台后, 刚好是一片茫茫大海的壮丽景观, 我站在那里, 换上了干净衣服, 可身体的脆弱, 不允许我在风口站太久, 贺仪光帮我拍照, 与大海合影, 这照片我要拿给小池看, 告诉她, 她的愿望, 妈妈帮她完成了, 我靠着露台栏杆, 露出这些天第一个真诚的微笑, 贺仪光尽心尽力帮我拍照, 她想要帮我拍得漂亮些, 可一个病人, 是漂亮不起来的, 当我努力扯起嘴角, 想要留下一张最好的照片时, 出现在贺仪光身后的人, 却默然抢走了手机, 她低头翻看照片, 每一张都是我在海边留下的, 贺仪光都是拍摄者, 美好的氛围瓦解破碎, 我的照片被删得一张不剩, 虚幻的光影里, 我看到裴眼里捏着手机的指尖泛白, 下河绷紧了, 那眼神好似在看一对狗男女, 唐芝, 我找了你多久, 这些天, 你都跟她在一起, 贺仪光上前一步, 大概是想解释我的病, 我拉住她, 挽着她的手, 支撑自己的身体, 还没助你, 新婚快乐, 往后瞧了瞧, 我换门后的梁亭霜, 梁小姐, 四人同桌吃饭, 这场景上一次还是在读书时候, 这么多年过去, 梁亭霜一点没变, 还是餐桌上画最多的那个, 她给我夹菜, 丝毫没觉得这场面多荒谬, 唐芝, 几天不见而已,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, 不光是瘦了, 就连唇上面上都没血色了, 她这么一说, 陪眼里跟着看来, 那眼神像是心痛, 但大概是我的错觉, 她怎么会为我心痛, 贺先生就是这么照顾人的, 这又关贺仪光什么事情, 她对我而言只是老同学, 是医生, 肯抛下工作来找我, 劝我回去化疗, 又陪了我两天, 我已经很感激了, 陪眼里凭什么指责她, 她怎么照顾我, 是我们是自己的事情, 我这样让陪眼里下不来台, 还是第一次, 读书时跟在她身后, 当她的小尾巴, 跟屁虫, 结了婚, 她怎样冷落我于小池, 我都将她当作丈夫, 等她到凌晨, 给她做醒酒汤, 擦洗身子, 她生了病, 我不眠不休照顾, 可那个唐芝, 已经跟着小池一起死了, 早没了, 梁萍霜干笑两声, 将手盖在裴眼里手背上, 眼里,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, 唐芝肯定好好的, 瞧你, 多此一举担心了吧, 裴眼里将手抽走, 这时我才注意到, 梁萍霜手上的戒指没了, 裴眼里戴着的那枚, 是我跟她的结婚对戒, 这是什么意思呢, 结婚这些年, 这戒指只有我一人戴着, 就像这场婚姻, 始终是我的独角戏, 我不演了, 我退出了, 裴眼里却将戒指又戴上了, 这未免太讽刺, 糖汁, 我记得你之前最喜欢吃辣的了, 梁萍霜说着, 将一块炙烤的羊肉搁在我碗里, 浓重的辛辣味道呛得我嗓子不舒服, 贺宜光将盘子推开, 过去是过去, 过去喜欢的, 她现在未必喜欢, 胃癌, 在吃辛辣食物就是要命的, 贺宜光帮我解围, 却被梁萍霜起哄, 贺医生还是这么喜欢护着糖汁, 那时候我就说你们很般配, 果然终成眷属了, 还没恭喜你们呢, 说够了吗, 裴眼里声色很僵, 把嘴闭上, 尴尬与仓皇闪过梁萍霜的脸上, 裴眼里怎么会这样跟她说话, 连我都不禁诧异, 她是最疼梁萍霜的, 护在心窝里, 重话都没说过两句, 现在却为了一句玩笑话冷了脸, 何况读书时, 她不是没有跟着梁萍霜一起开我们的玩笑, 我跟贺医光一起吃饭, 梁萍霜会突然出现起哄, 说些磨棱凉渴又暧昧的话, 裴眼里站在她身边, 看向我们的眉目总是冷的, 继而悠悠来一句, 吃个饭话还这么多, 你们俩还真是大, 她也曾这么说过, 如今却不允许梁萍霜说了, 那块肉又被裴眼里推给我, 我不喜欢的, 她总是强迫我吞下, 我不信吃一口, 会怎么样, 吃了你就满意了吗, 我视死如归, 试得拿起筷子, 眼眶红了, 从前我爱她, 后来心怀愧疚, 跟她生活在一起,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, 她却想要逼死我, 不等她的回答, 我在裴眼里愕然的眸光下, 吃了那块肉, 咀嚼吞咽下去, 贺医光突然夺下我的筷子, 唐知, 医生都这么大惊小怪吗, 这又不是毒药, 不会死, 我还不想死, 只是想摆脱裴眼里, 真是奇怪, 结婚时, 我那么可怕, 这跟她见上一面, 可她夜不归宿, 离了婚, 她却总是出现, 可我哪里还需要呢, 脚痛突然来临, 我捂着嘴巴, 面色煞白, 贺医光站起来, 脱口而出, 亏你还是唐知的丈夫, 她有味, 声音突然断了, 我紧抓着她的手, 裴眼里不解, 为什么, 胃病, 话一出口, 我忍不住咳嗽, 掩着唇, 弯着腰, 一片腥红咳在了掌心上, 可胃病而已, 怎么会咳血, 从海边回来后, 裴眼里出现的次数, 一次比一次频繁, 而我的脸色, 更是愈来愈差, 她拉着我去医院看病, 我甩开她的手, 别再来烦我, 好吗, 我的坚定让裴眼里慌乱, 唐知, 你从没告诉过我, 你有胃病, 嗓子很干, 我嘶哑的声音, 像是一把生锈锯子在聚朽木, 声声聚开了我跟裴眼里的距离, 只是胃病而已, 你应该去关心梁亭霜, 你不怕我真的跟她结婚, 裴眼里紧紧扼着我的手腕, 体温与我融为一体, 没了小池, 我要陪太太的身份做什么, 现在我只想祝你们子孙满堂, 裴眼里今后或许还会有很多孩子, 但不会再有小池了, 那是她的第一个孩子, 也是她今生弥补不了的亏欠, 小池死后裴眼里的悲伤很少显露, 可一转眼, 她又那样悲情地站在我面前, 情真意怯道, 唐知, 在你心里, 是这个孩子重要些, 我还是我重要, 小池重要, 我清敏唇, 咽下痛与苦, 如果没有小池, 我们的婚姻不会维持这么久, 刹那, 裴眼里眼睛里好些有什么东西碎了, 甩开它, 我上楼锁了门, 吞下好多止疼药, 可没等药小发作, 腹部的脚痛引发了多项器官的作乱, 我的身体里仿佛有一只大手, 在各处游走, 抓闹, 堪称凌迟, 我冲进洗手间, 吐着吐着, 撇见了一缕绽展开的红色, 是血, 关窗时往下望去, 裴眼里还站在那里, 在晚风与黑夜中, 如同一座雕塑, 精疲力竭倒在床上, 不知过去多久, 手机铃声又响起, 是裴眼里的电话, 他好像喝醉了,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, 听清一句之, 堂之, 我想小池了我, 我挂了电话, 忍痛将那串号码拖进了黑名单, 我无法原谅自己, 这场病, 便是给我的惩罚, 而我欣然接受, 可死前, 小池的愿望还有两项没完成, 第三项, 爸爸可以答应他养一只小猫, 他说幼儿园的同学都有一只, 他也想要, 可当时裴眼里听了, 却露出厌恶的神情, 他对孩子说, 养你一个还不够吗, 他不想跟我多一个羁绊, 我可以理解, 但他不可以那样跟孩子说话, 我那次跟他大吵一架, 他骂我是无理取闹的泼妇, 我说他不配做爸爸, 他冷笑三声, 你以为我想当这个爸爸, 脚底板的鞋猛地往上涌, 我冲上去, 打了他一巴掌, 他将我推倒在玻璃碎片上, 我掌心鲜血淋漓, 他漠然离去, 那天我以为小池被司机送去上学了, 没想到他躲在屋子里, 他给我擦手上的血, 哭得手足无措, 小脸皱巴巴巴的, 小手抹着眼泪, 哭着说, 妈妈我不要小猫了, 我再也不要了, 小池长那么大, 心愿很少, 我想要满足他, 还是买了一只回来, 也是雪白的, 很小很软, 抱在怀里很乖, 不怎么叫, 小池很喜欢, 悉心照料了几日, 给他取名圆圆, 那几天, 裴眼里没回家, 可他一回来, 就将圆圆扔了出去, 小池说没关系, 可我知道, 他还是难过了很久, 我走进宠物店里, 想要多替小池看一看这些小猫, 那些小猫花色不一, 有的懒散, 有的活泼, 有一只正用粉嫩的爪子扒着玻璃, 他全身雪白, 但是耳朵上多了一块黑色痕迹, 几乎是一眼我就认了出来, 那是圆圆, 他长胖了一些, 发塞了, 圆滚滚的一个, 当初养他, 他还很小, 小池两只手就可以捧起来, 他被裴眼里丢掉的那天, 小池什么都没说, 可第二天的枕头上, 却是湿漉漉的, 看见圆圆就像是又看到了小池, 我克制不住激动, 拍着玻璃, 惊动了宠物店的人, 他冲上来推开我, 我像是发了疯, 指着, 那只猫说是我的, 店员大概以为我是疯子, 推嗓着要将我赶出去, 我不是疯子, 我只是太激动, 失而复得的激动, 小池的圆圆又找到了, 那我还可以见到小池吗? 可来接圆圆的不是小池, 是梁萍霜, 他从宠物店外走过来, 与我的眼睛对上, 又看了看那只猫, 唐之, 你喜欢铃铛吗? 小猫被抱了出来, 我亲眼看着我的丈夫被梁萍霜抢走, 又看着小池的猫趴在他怀里, 跟他亲近, 我们铃铛可乖了, 你要摸摸他吗? 铃铛, 他不叫圆圆了, 可他就是圆圆, 我记得, 我突然上手去抢猫, 吓坏了梁萍霜, 他连忙后退, 唐之, 你干什么? 抢东西抢习惯了是吗? 他是小池的猫, 不是你的, 我情绪崩溃, 为父脚痛, 大声喊着, 梁萍霜一副看笑话的样子, 唐之, 这可是眼里送给我的, 怎么就成你的了? 你霸占他那么多年还不够, 现在连一只猫也要抢, 是裴眼里, 是他拿了小池的猫给梁萍霜, 他凭什么? 就算他恨我, 可小池无辜,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? 我的东西。 裴眼里都会送给梁萍霜, 大约是他的生日开始, 梁萍霜出现后, 裴眼里的眼神便跟随着他, 他优秀耀眼, 与裴眼里天生一对, 裴眼里会因为过生日, 因为等不到他的礼物而难过, 那天坐在台阶上, 裴眼里失落望着月亮, 年少的他五官俊朗, 轻薄的月色落在他脸上, 照出他眼眶里的空洞暗淡, 他问我, 唐知,你说他是不是不记得我的生日, 他是在说梁萍霜, 我掩藏了自己的落寞, 将打工攒钱买给裴眼里的手表送给他, 苦笑着说, 兴许他是忙, 这个送给你, 裴眼里接过去, 看都没看, 第二天他去接我, 梁萍霜同行, 我看到我的那块表, 戴在了他的手腕上, 此后还有许多, 比如裴叔叔派给我的司机, 被裴眼里叫去接梁萍霜, 梁萍霜要参加比赛, 裴眼里拿了我的设计稿图给他, 再到后来, 是出国名额, 那天他站在我面前, 坦坦荡荡, 不夹杂半分心虚, 唐知, 萍霜比你更需要出国, 他很有才华, 不应该埋没, 同一天, 母亲被查出胃癌, 命不久矣, 他希望裴眼里带着我出国, 这是他的遗愿, 梁萍霜连他的遗愿都抢走了, 我忍不住坐在母亲的床头哭泣了一整晚, 不知是在哭失去的出国名额, 还是在哭即将离世的母亲, 又或者是裴眼里的绝情, 彼时我没当母亲, 不知道在一个母亲眼里, 孩子的眼泪是怎样的致命武器, 甚至可以让我那位一辈子碌碌无为, 老实本分的母亲去设计裴眼里, 在裴眼里与梁萍霜出国的前一晚, 我与他睡在了一张床上, 我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, 他怕裴眼里取了梁萍霜, 怕我在裴家没有立足之地, 怕他走后我无依无靠, 如果我早知那杯酒有问题, 我是不会喝下去的, 可裴眼里不信, 他在酒店的床上掐着我的脖子, 质问我不是跟贺仪光在一起了, 又爬他的床, 是什么意思, 我说我不知情, 他笑了, 笑得痛快, 手上的力气不断加紧, 言语如一把利刃, 撕开了我的胸腔, 你跟你母亲一样, 天生就是吸血鬼, 那是母亲生命最后倒数的几天, 我带着一脸的伤痕去找他, 我指责他, 责怪他, 我亲口问他, 您跟裴叔叔是什么关系, 他仗白了脸, 氧气面罩中的白色哈气一层一层, 声音又哑又沉, 是谁跟你说的, 裴眼里, 我再次流了泪, 我哭着告诉他, 他说, 当妈的成不了, 就换我这个做女儿的, 母亲僵硬地摇头, 我哭着说, 妈妈, 现在我该怎么办, 那是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, 见得最后一面, 梦里我跪在母亲坟前, 跟他说我错了, 回应我的, 却是一双柔软, 温热地, 沾染着小孩子气味的手, 是小池, 可一转眼, 他的手变冷了, 身子也僵硬了, 我抱着他嚎啕大哭, 无措地大喊, 有没有人, 有没有人救救我的孩子, 没有人可以救他, 我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, 他在我怀中咽气, 在梦里,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, 后来我才知道, 母亲与裴父差点在一起, 可后来他得了病, 又得知我对裴眼里的心思, 想要成全我们, 可那时, 裴眼里身边有了凉瓶霜, 他是为了我, 才担了这个骂名, 哪怕走之前恶毒一回, 也要保我衣食无忧地锦绣前程, 可我让他失望了, 我没保住裴太太的身份, 没保住自己的孩子, 还患上了跟他一样的病, 等待太漫长, 过去在这里, 我, 就是如此, 日复一日等着裴眼里归家, 可这次怎么才过半个钟头, 就已经提倦了, 生命仿佛在流逝, 照这个速度下去, 不知熬不熬得到圣诞节, 往年小池是最喜欢圣诞节的, 今年的圣诞礼物, 是圆圆, 为了圆圆, 我不惜亲自找过来, 要见裴眼里一面, 裴眼里来时, 我等在老宅楼下, 面色惨白如纸, 她拧着没走来, 语调中竟然多了温柔, 怎么不回房间休息, 脸色这么差, 胃病还没好些吗? 什么胃病, 是癌症, 是好不了的, 我躲开了它, 往我额头探的手, 不用, 我来是想问你, 是你把圆圆送给梁萍霜的, 什么圆圆, 它不知道小池的猫叫什么, 擅自送给了梁萍霜, 又改名叫铃铛, 我笑不出来, 哭不出来, 唯有平静面对, 小池的猫, 那是它的, 裴眼里眼眸很是复杂, 它抬手过来, 轻抚着我的面庞, 表情里的歉意我无法忽视, 我们先上楼, 猫的是改天再说, 我哪还有改天, 我只要小池的猫, 我的声音控制不住拔膏, 气一上来, 就忍不住想要咳嗽, 拱着腰, 面部充血, 咳得眼前昏花, 裴眼里替我拍背顺气, 我将它的手挥开, 表情急迫, 你别急, 我现在就打电话要, 它拿出手机, 忘了眼什么都没有的茶几, 不满喊道, 怎么没人倒杯水, 都死了吗, 真难得, 它还会在乎我, 有没有水喝, 在旁打完了那个电话, 我等待着裴眼里的答复, 它走过来, 一挣此眼, 我会把圆圆拿回来, 给你的, 你在这里等我好吗, 抓住时机, 我又道出了另一件证事, 你可以把离婚后, 属于我的那部分钱给我吗, 我现在很需要钱, 我要还给贺宜光, 他不是什么富裕人家的孩子, 这些天给我花的钱占了太多, 我是要还给他的, 没什么比轻轻松松地走更好, 你来这里, 是拜托我找猫, 还是要钱的, 我说, 都有, 他神色顿时复杂了很多, 拖着虚弱的身体, 从床头的皮夹中拿出一张卡, 递给了我, 密码, 小池生日, 原来他是记得小池生日的, 记得这个日子, 却从不出现, 我接过卡, 他却没有松手, 钱我给你, 但不是什么离婚补偿, 裴眼里接着郑重其事, 堂知, 你等我回来, 我去把小池的猫找回来, 我们重新开始, 小池的房间我重新布置过, 生日我们下次一起陪他过, 好不好, 可我等不到小池的下一次生日了呀, 他为什么不可以早一点, 早一点答应裴小池过生日, 太晚了, 裴眼里真的太晚了, 这一等好像等了一辈子那么长久, 在被病痛折磨着时, 我望着裴家老宅, 想起第一次我跟母亲走进这里, 裴眼里还是一副少年模样, 后来我们在这里结婚, 穿着婚纱那晚, 我什么都没等到, 紧接着母亲去世, 我在我与裴眼里的心房里哭泣, 她嫌我烦, 将我扔了出去, 怀着小池时那段日子, 我始终沉浸在悲痛中, 发现怀孕已经很晚了, 早已过了可以进行手术的时间, 那几个月里, 裴眼里不止一次劝我银产, 她真的讨厌, 急了这个孩子, 我不答应, 我一点点将小池养大, 一个人带她打针吃药, 为她穿衣暖身, 哄她入睡沉眠, 她掉一滴泪我心碎, 她一笑我再没烦恼, 小池知道爸爸不爱她, 也不爱我, 为了让我可以多得到一点爱, 她弄伤自己, 多次让自己感冒发烧, 就为了让裴眼里回来, 看望我们母子, 可这不是我要的, 我只要我的小池好, 我曾轻声细语告诉她, 我不要她伤害自己, 没什么比她更重要, 何况欺瞒撒谎是不对的, 可小池不听, 她只是个孩子, 她只想让爸爸妈妈在一起, 很快, 裴眼里发现了, 这一招也失去了作用, 直到小池的死讯传到她耳边, 她都以为是小池跟她开的玩笑, 在这座房子里, 我遇见了裴眼里, 失去了母亲, 有了孩子, 又失去了孩子, 或许是真的走到尽头了, 这些过往走马观花, 出现在脑海里, 裴眼里是凌晨回来的, 她怀里拥着一只通体雪白的小猫, 拿着小猫的爪子碰触我的鼻尖, 小池, 你要的圆圆, 我给你找回来了, 是圆圆吗? 我快要看不清了, 伸手睫毛时顿了下, 认出了这只猫不一样的瞳孔颜色, 耳朵上的颜色是一样的, 大小也差不多, 可就是不一样, 是直觉, 怎么了? 裴眼里问我, 她让那只猫在自己怀里躺着, 自顾自道, 以前小池小, 我总觉得养宠物会伤了她, 到时候你又, 要心疼, 所以不答应让她养, 我垂下了手, 不打算抱猫了, 这不是圆圆, 为什么要找一只假圆圆骗我, 要是小池知道, 一定会怪我, 裴眼里, 这个时候了, 你没必要骗我的, 在这里, 我等了一辈子, 最后却连小池的一只猫都没等到, 裴眼里正了下, 骗你什么, 这不是圆圆, 我太过冷静, 冷静到笃定, 圆圆呢, 她真的去找良平双药了, 稀看之下, 她面上还有巴掌印, 灵口有些褶皱了, 大概是两人发生了争执, 回来时很焦急疲惫, 但还是拿猫在哄我, 圆圆坠楼了, 就在裴眼里打了电话后的半小时里, 良平双是凶手, 但没人可以惩戒她, 我又痛又悲, 但麻木了, 我要走了, 你要去哪儿, 裴眼里让猫从自己怀里溜走, 空出手来, 那样子像是请求, 可她请求我什么, 回家, 全身的力气被抽空了, 我眼前一黑, 腿软倒下, 最后嘴巴里还在呢喃着三个字, 找小池, 可还没等我找到她, 便在裴眼里眼前晕了过去, 好吵, 是谁在敲门, 在喊我的名字, 拼尽全力, 想要保持清醒, 可混混顿顿的思绪里, 只有狠淡的吵声, 像是残缺的片段, 像是有男人在吼叫, 在砸东西, 家庭医生的衣领被揪起来, 她是我的妻子, 她病了, 为什么不告诉我, 我看到了, 那是裴家的家庭医生, 站在她身边的是一脸默然的贺疑光, 她反问裴眼里, 她是你的妻子, 她快死了, 你才知道她得胃癌了吗, 裴先生, 请你冷静, 家庭医生竭力在维护场面, 两个月多前, 我给你打过一通电话, 是您亲口说, 唐小姐的事情跟你无关, 原来, 她早该知道啊, 我迟缓地呼出一口气, 氧气面罩压在我的脸上, 呼吸声像是我的倒计时, 每一口气都是艰难而珍贵的, 裴眼里走过来, 在死前, 我亲眼看到了那么骄傲的男人在我面前低下头, 他想要去拉我的手, 又怕弄疼了我, 手抬在空中, 迟迟没有放下, 像是一个弄坏了心爱的玩具, 竭力想要弥补拼凑, 却不知从何下手的小孩子, 片刻, 他捂住了自己的脸, 隐隐约约, 我听见他乌夜的哭声在病房响彻, 争吵, 可不可以离我远点, 可惜我开不了口, 骂不了人, 不知过去多久, 贺医生走了过来, 我眼皮动了动, 看到他白色的影子站在裴眼里身后, 你这样会吵到他, 滚开, 裴眼里压着颤音在吼, 嗓音是嘶哑干裂的, 他哭了很久, 哭得我都要烦了, 我曾以为我的眼泪最多, 没想到他也会流泪, 还是为我, 人都要死了才知道后悔, 当初干什么去了, 他是你的妻子, 这么多年来, 你关心过他吗? 贺医光一字一句, 如真扎心, 以前你怀疑我们, 结了婚你, 还是怀疑, 可你有没有想过, 他就只是想当你的妻子而已, 我为唐之不值, 我没想到他会生病, 真的, 我没想到, 医院里到处都是重症病人, 他们吃不下东西, 靠着要丸子度日, 咳血是最轻的, 掏心抽血的疼是每天都要承受上百遍的, 这些裴眼里怎么会知道, 他只当我是为小池的死在胡闹, 在小题大做, 他以为, 我还会回去, 他们在我床边争吵, 丝毫不在意我是个将死之人, 裴眼里轻轻将我的手掖进被褥里, 背对着贺医光, 你不是医生吗? 你可以救活小只吗? 他早就不想活了, 谁都救不了了, 到了这个程度, 贺医光说的是真话, 裴眼里, 你出去, 屋子安静了下来, 身体的知觉很虚幻, 我的手被抬了起来, 贴在裴眼里的脸颊上, 他亲吻我的掌心, 有眼泪在往下落,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生了病? 因为小池走了, 你连病都不治了, 那我怎么办? 你心里只有那个小孩子, 分给过一点位置给我吗? 裴眼里用我软啪啪的手打自己的脸, 是我不对, 我怎么可以吃小池的醋, 怎么会去吃贺医光的醋, 我们才是夫妻, 小只, 你醒来打我, 你想怎么骂我打我, 我都愿意, 他在换我的名字, 我听得到, 好想挣脱他的手, 只因我看到了小池在向我招手, 他在叫妈妈, 他说, 妈妈, 这里好黑, 我好害怕, 想冲过去拥抱他, 裴眼里的手, 却死死扯着我, 怎么这个时候, 他还不肯放过我, 又针扎进我的皮肤里, 疼得我猝紧了眉头, 脚趾跟着蜷缩了下, 骨头缝里好似都在疼, 药物输进我的身体里, 疼痛短暂消失了, 生命中的疼, 却是药物无法抚平的, 床头有人在忙碌, 是医生, 是护士, 焦急的吵声伴在耳畔, 心电图上的生命体征很微弱了, 在宾死之际, 我好像又看到了小池, 他坐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, 小小的身子趴在草里, 一抬头, 那张软软的小脸上生着一对酒窝, 一笑眉毛弯弯, 他甜甜地叫我妈妈, 我想要去抱住他, 可耳边还有人在叫我, 叫我的名字, 场景变得扭曲, 裴眼里的脸出现在我眼前, 他在呼唤我的名字, 可我想要跟小池走, 我想说停下吧, 就这样离开, 是我最后的夙愿, 可他没有停, 这些天他找来了最好的医生救我的命, 可再好的药对我都没用了, 我没有了求生的意志, 亦是都在跟着梦中的小池走, 可现实里, 裴眼里死死拽着我, 不让我走, 直到心电图上的有了波动, 使他将我救了回来, 他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, 我这条命是他的, 要我惜命, 我在医院躺了一周, 这一周里, 裴眼里寸步不离守在我身边, 可我知道, 我撑不下去了, 在生命尽头, 我却看到了我最不想要见到的人, 圣诞前夕, 梁瓶霜站在我的床边, 我这个样子, 他一定很痛快, 他观赏着我的惨状, 将我的丑陋与病态尽收眼底, 可他却说, 真是报应, 接着他又补了句, 是裴眼里的报应, 这么多年他耍我, 利用我, 让我对他死心塌地, 最后却告诉我, 他从没爱过我, 就连送我的猫都要拿走, 凭什么, 耳边的声音断断续续, 一句接着一句, 砸进我死水一潭的心中, 原来到最后, 我们谁都没有得偿所愿, 堂知, 你一定很纳闷, 为什么他会恨你的孩子, 梁瓶霜低头附身, 侧在我耳边, 在我还有呼吸时, 给我致命一击, 因为他以为, 那是你跟贺宜光的孩子, 是我告诉他的, 是我假造了亲子鉴定书, 他就信了, 大笑几声, 他身子都在颤, 眼角却挤出泪花, 他真的就信了, 胸腔里在剧烈跳动着, 我已经分不出, 那究竟是愤怒还是其他了, 梁瓶霜却还没停止, 你知道吗, 你的孩子死的时候, 裴眼里这个亲生父亲, 竟然是庆幸的, 他以为这个孩子死了, 就能跟你重新开始了, 他以为的开始, 殊不知却是结束, 撑着沉重的眼皮, 我半睁开眸, 活动手指, 第一眼看到的, 是从外面走进来的裴眼里, 他提着梁瓶霜的胳膊, 让他滚, 梁瓶霜一声声嘶吼着, 裴眼里, 你活该, 活该, 他是活该, 我更是, 梁瓶霜来后裴眼里大发雷霆, 他骂了很多人, 像是无力地宣泄, 他想要为我喝水, 可唯有他为的我不喝, 只好护士来喂, 他在旁看着, 等护士走了, 想要替我擦拭嘴角, 我侧过脸去, 看着窗户外的飘雪, 虚无地张了张嘴巴, 快圣诞了吧, 裴眼里, 是, 明天圣诞节, 我们一起过节, 我要熬到那一天, 去见我的小池, 小池, 我会治好你的, 裴眼里强行握住我的手, 他想要抚平上面的针孔, 却做不到, 我早应该知道的, 你瘦了那么多, 脸色那么差, 我怎么没发现你病了, 他是没发现, 可我告诉过他的, 我是说了的, 那天, 我问了一句, 最近胃里总疼, 要是绝症可怎么办, 裴眼里听了, 只是放下筷子, 那不要死在这里, 太晦气, 现在真的是绝症了, 他难道不觉得晦气吗, 圣诞节的夜晚, 总是热闹繁华的, 圣诞树很漂亮, 绿色的, 助力在商场中央, 挂着许多装饰物, 路过的行人, 大多都会停下拍照, 彩灯打开闪烁着, 将每张笑脸都照亮, 我坐在车里, 裹着厚重的衣物, 帽子遮住了眉毛, 只留在外一双眼睛, 隔着车窗, 望着圣诞的夜晚, 下雪了, 雪花是白的, 很纯净, 像是小池的眼睛, 是微笑着的, 也是失落的, 那一次也是在这里, 我抱着小池坐在车里, 他指着那棵圣诞树说漂亮, 我跟他一同看去, 看到了树下, 站着裴颜黎雨凉瓶霜, 他们在那里合照, 我心意紧, 忙捂住了小池的眼睛, 在茫茫雪雾中, 我好像看见了小池正穿着红色的毛衣坐在树下, 他摸着圣诞树上的小铃铛, 妈妈, 这个好漂亮, 是很漂亮, 可小池的笑脸不见了, 取而代之的是裴眼里焦急的面色, 手臂圈着我的肩膀, 让我靠在他怀里, 小池, 我好冷, 他想要给我温暖, 可他忘记了, 自己就是一块冰, 要不要下去走走, 我摇头, 只远远地瞧上一眼, 就当作是替小池过这个圣诞了, 血还在下, 力气在减少, 裴眼里好像感受到了我体温在下降, 紧接着搓着我的手腕, 可上面大片大片的淤青, 全是扎针留下, 小池, 你是不是冷? 你跟我说句话好不好, 他脸颊贴着我的额头, 还是那骨子轻裂干净的气味, 却让我觉得好遥远, 远得像是上辈子的事情, 这些年, 他留给我的气味大都是凉瓶霜身上的香味, 坐在车里, 他跟我一起赏雪, 下巴抹扎着我的头发, 车厢中很安静温暖, 风雪被隔绝在外, 我与他一起看雪, 他的声音如续, 很轻地飘在我耳边, 小池, 你还记得那年, 我为什么不解释我跟你的事情吗? 我应该告诉你的, 这么多年, 我分明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告诉你的, 雪势变大了, 小池在那边冷不冷, 没关系, 我很快就要见到小池了, 毕竟这是小池的最后一项心愿, 永远跟妈妈在一起, 眼皮上像是凝结了一层霜, 我合上眼眸, 原来人在最终失去的是听觉, 灵魂像是脱离了身体, 可裴眼里的话还在继续, 小池, 如果不是爸爸, 告诉我他要娶你妈妈, 如果不是他让我把你当作妹妹, 我们不该是这样的结局, 你说是不是, 小池, 小池, 你很冷吗? 小池, 你等等我, 我不等了他, 我要离他远远的, 下辈子, 下下辈子, 都不要再见到这个人, 声音变得好远好远, 好像有哭声, 有人在叫我, 光变得很微弱了, 在我的视线中, 扩大, 又缩小, 我很累, 眼皮很沉, 抬不起手, 想要抱一抱小池, 捕捉到的却是一团影子, 我一直追一直追, 哭喊着, 奔跑着, 一直走到尽头, 大汉淋漓, 气喘吁吁, 终于看到了小池, 他怀里抱着雪白的圆圆, 妈妈, 你来了, 这一次, 我终于抓住了小池的手,